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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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 讨厌 却不那么 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好比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直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这样就会让你敢接约 是为了育尔 我真是是不育尤 这个是在乎 你身上不育尤 也要那么育尤 你身上不育尤 我怕你不是要 我都不知道 其他办法 问过律师没有啊 能不能让陈氏 对恒胜的起诉延期 这样也好 为谦语争取一些时间 尽快地筹集资金 解决目前的问题 张总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 延期诉讼难度很大 而且 董事会对数字公益非常关注 起诉恒胜 对陈氏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 他们不会轻易答应您的 诶 赵叔 在忙吗 嗯 趁走 趁走 你跟恒胜现在聊得怎么样 他们是准备赔钱还是 还想把这个官司打下去 恒胜那边目前 还没有准确的答复 我们的律师 一直在交涉 赵叔 这次搞定数字公寓 多亏您了 整个公司对您可都是散不绝口啊 现在董事会士气高长 准备跟恒胜打一个硬仗 到时候 如果他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 提供赔偿金 那胡千宇作为首席主席 就得坐牢承担责任 赵叔 这件事如果传了出去 恒胜在整个业内 也就会抬不起头了 这样一来 陈氏取代恒胜 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赵叔 您说是吗 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还是现金流的增多 让胡千瑜坐牢 对我们没有实质的好处 还不如推迟诉讼 让恒胜 有更充裕的时间 赵叔 举筹集资金 您以前常讲 兵贵神速 做生意 比的就是一个筷子 难道您现在忘了吗 数字公寓项目 我们是怎么拿到的 张叔 您是最清楚的 恒胜的人现在 一定也在想办法 寻找对他们有利的证据 那万一他们找到了证据 我们陈氏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延期诉讼是不可能的 整个董事会都在称赞您 大义勉亲 到这个时候 您不会掉链子吧 好了 张叔 我也不多说了 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谢谢啊 不客气 董事长 丘志新那几个反对派 一直在煽风点火 他们已经召开了董事会大会 选出何万成 暂时代理胡总的职务 陈氏那边 有没有什么动作 张桓年他这个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氏那边 陈氏那边目前还没有什么动作 我们也正在努力争取 让他们延期诉讼 但是他们那边态度比较坚决 看来 好像没有转换的余地 很好 看来 他要把我们母子 闭上绝路 丘志新那帮人 从来都没有安过好心 现在就连张桓年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要下手 前有老 后有活 黄书伟 帮我去办出院手续 我要回深圳 偷偷看看 他们能把我们母子俩怎么样 孔女士 您做完手术不久 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不适合下床随意走动 只适合在床上静养 不能走 我就坐轮椅 轮椅坐不了 我就讨搬家 千语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我爬也要爬回去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母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要伤害千语 就得先供我这一关 把东西拿过来吧 您好 麻烦您能把这个轮椅 送给住在这间病房的 胡欣女士吗 您能把名字留一下吗 我帮您转带啊 没事 不用了 您就说医院提供的 麻烦您了 您好 林小姐 这么晚还没走 下班呢 最近刚刚就职 工作比较忙 好 你先忙 还求能请到围灵这么勤勉的员工 真是幸运 这么晚了还在公司 新入职的事情比较多吧 怎么样 对公司还适应吗 我已经见过瑶瑶了 您为什么一定要娶她 原来不是什么 原来不是什么 被公司的事情在忙 你这么晚 就是为了要问我这个问题吗 瑶瑶她是无辜的 胡欣打了一个如意算法 她想联合瑶亦春 重新掌控 在恒盛董事会里的话语权 我选瑶 就是为了拆散 他们这个联盟 同时 也可以搅黄胡千蕙和瑶瑶的婚事 使他们再不可能一箭双雕 不可能一箭双雕 我这么做 难道不好吗 可是不管怎么说 瑶瑶跟这件事情都无关 您这样做 我毁掉她一辈子的幸福 您于心何忍啊 瑞玲啊 你怎么知道瑶瑶嫁给我 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男人就像酒一样 要经过时间的历练 才会更加纯香 说不定我就是瑶瑶 等着那个真命天子 能够给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再说了 如果她不嫁给我 她就要嫁给胡千蕙 你难道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吗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 想比她嫁给胡千蕙 我更不希望她牺牲掉 自己的幸福嫁给您 乔总 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人为您倾倒 为您着迷 她们比瑶瑶更适合您 没有爱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请您重新再考虑一下吧 你会把她拉下了 你感受得更好 是 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女人 的事 还有一种 你怎么会有的 你也会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也会不相信 人们是我们的 你也会有什么 沸沸扬扬 如果我这个时候 宣布放弃和瑶瑶结婚 应该是来不及了 而且我相信 环球的股东们 也不会允许我 做出如此有损 环球形象的事情来 另外你别忘了 恒盛的数字家庭计划 可是你有交给我的 你在这么做之前 就没想到 会发生今天的一切吗 好了 环玲 我听瑶瑶说 她想请你做她的伴娘 她这两天呢 一直在为婚礼做准备 你要是真心疼她的话 你就去陪陪她 帮她拿拿主意 这样也不枉你们朋友一场了 好了 时间报杂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您说得对 我确实没有想到我的行为 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但乔总 错是我犯的 我不会让瑶瑶来承担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一定会组织你们的婚礼的 我一定会组织你们的婚礼的 我先告辞了 协氏 季末来了 来 坐吧 来点吗 白水就可以 这是关于婚礼的策划方案 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小总 这份婚礼策划案做得非常好 任何一个女人能拥有这样的婚礼 都会觉得此生无悍了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是环球的董事长 瑶瑶是瑶氏的千金 我们这个虽然说不上是什么世纪婚礼 至少可以称为城中盛世了吧 当然要办得隆重得体 我听人说 您的上一段婚礼已经结束十年了 乔总事业有成 成熟充满魅力 身边红颜知己不会少 为什么没有考虑再结婚呢 这恰恰说明我和你妹妹有缘分哪 我等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在等瑶瑶这个真命天女吗 既然你爸爸不愿意出席 那么典礼那天就要麻烦你这位大舅哥 代替他走一趟红毯了 乔总 我无意间得知您一些年轻的事情 这十几年在感情上非常清白 从未传过任何绯闻 真没想到我未来的大舅哥 这么关心我的感情经历 怎么 怕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坏男人 你以后会对瑶瑶不好吗 我从一个朋友手里拿到这张账片 当年你喜欢上了林维玲的母亲 但是阴差阳错 最终你们没有走到一起 从那以后 您都没有再认真谈过一次感情 您跟您的前妻结婚 只是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 关于环球董事长乔丽的传闻 是千千万万 但是没有一条是跟感情有关的 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 真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这么清楚 难得你这么老的照片都能找得到 如果你就凭着这点东西 就可以和我谈条件 你 你错了 乔总 我没想跟您谈条件 我只想跟您说一句真心话 我知道 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挚爱 除了她 设计的都是替代品 瑶瑶对于你来说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而已 可对我来说 她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不希望她迈入一桩没有爱的婚姻里 为了商场斗争成为牺牲品 你提什么条件 我都愿意满足 请您放弃跟她结婚吧 许莫 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就对感情有这么深厚的认识 想必你身在其中也吃了不少苦吧 我曾经跟你说过 借刀杀人 趁火打劫 浑水摸鱼 瑶瑶只是一枚棋子 到了我这个年纪 哪还谈什么爱和不爱啊 我和瑶瑶结婚 吴馨和瑶氏的联盟就不复存在了 你就可以稳稳当当地继承瑶氏 而瑶瑶成了环球的老板娘 也可以保证她一世一时无忧 这样难道不好吗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作为过来的人 我给你一句忠告 不要用二十多岁的脑子 去揣测五十多岁人的心思 在我这个年纪 胜利和实力 比爱和不爱要重要得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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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我打劫我也不懂 论起 深思熟虑 老不深算 我比您差多了 可我偏偏就是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瑶瑶是我最爱的妹妹 跟她相比 你说的一切诱惑都不算什么 我不会让她嫁给你 毁了她一辈子的幸福 不管用什么手段 有用的 没用的 聪明的 愚蠢的 我都愿意尝试 我们走着瞧 挺像年轻 师父懂吗 我们走着瞧 你看 这儿的一切 你 走着瞧 快点 你 走着瞧 你 你 走着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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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尘 这么巧啊 走吧 上车吧 来 来 来 唱起来 来了 黄老姐 好久不见了啊 上次不是还答应我说 你们几个有空的时候 来我这儿坐坐吗 结果这么长时间 连个人影也没有 真是 我们最近太忙了 没顾上来这儿 来 我敬你一杯 你别生气啊 黄阿姐哪敢生你们的气啊 主要是啊 你们几个这么长时间 不来我这儿啊 我这心里头啊 还挺想你们的啊 尤其那个王淑为 你别看他平时啊 鬼头鬼脑的 又爱撒娇 老是爱损人的 还有那个千语 好长时间不来啊 我还不太习惯呢 对了 上次啊 她不是说 喜欢吃我们家乡的泡菜吗 这次啊 我闺女回去 给她带回来一些 你把这个烧给她 让她有空啊 常来我这儿坐坐 来 拿着 好 谢谢 哎呀 年轻人嘛 心高气盛 吵吵闹闹得很正常 有什么事啊 说出来就好了 哎呀 遇见啊是缘分 能交个朋友啊不容易 没错 千万别为点小事啊 伤了感情 对 对 好了 快吃点吃饭啊 好 花仔姐你先忙啊 吃饭吃饭 来 来 沐晨 为什么来找我呀 瑶瑶的事情 威玲都跟我说了 所以我想这两天 应该比较烦满吧 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 我爸为了这件事 气到差点住院 但是不管怎么劝 他就是不听 他是铁了心了 要嫁给乔丽 是 昨天晚上威玲跟我说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了 对了 你有千语的消息吗 没有 所有人不都在找他吗 是啊 真是奇怪 自从千语从香港的医院 出来以后 就完全联系不上了 可是我在想 也只有千语能阻止 这场婚礼了 我跟千语的感情 跟从前不一样了 你在环球 我在恒胜 很多事情 我都比不上你这个 敌对阵营的人 知道得多 君母 其实有很多事情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有时候 大家所站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难免会有些冲动 你和千语是好兄弟 这么深厚的感情 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我跟千语的感情 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只是两个人 在闹别扭而已 回头说开了就好了 如果你有他的消息 你要第一时间给我通知 嗯 当然 维林最近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对啊 他最近跟我见过几面 他跟我说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脚力的 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只好在他旁边 劝劝他安晚安为他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在感情世界里 得到那么少 付出的却这么多 如果我是女人的话 我一定爱上你 但如果我是女人的话 也不会喜欢你这么闷闷不乐的人 我记得第一次千语带我们来这边 有我 你 书为千语 一晃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我希望从今以后 能有更多机会 大家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 嗯 干杯 嗯 干杯 嗯 乔林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牧尘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你还记不记得姚氏上市的事情 当时 因为一批游戏机出了故障 所以姚氏上市失败了 也正因为如此 姚伯伯卖了横生的股票 就是为了赔偿乔丽 我当然记得 那批出了故障的游戏机 是乔丽串通零件供应商 然后又雇了一批人 蓄意炒作的 我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证据 证明乔丽就是幕后操控者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和乔丽谈判 阻止她和姚悦的婚礼 可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 他们会以不正当竞争的罪名 起诉乔丽 小李所夺走的股票 就会重新回到姚总的手里 姚总重新成为第二大股东 那你不就没法夺回恒盛了 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先阻止这场婚礼再说吧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 我们看看从什么地方入手吧 好 先上车再说吧 好吧 先上车再说吧 这事啊 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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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吧 怎么办啊 这是吧 董事长 董事长 这个胡总到现在迟迟都不肯露面 我想是时候取消这个数字公寓的计划了 是吧 为什么 当初上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胡总他一再坚持 不顾董事会的反对应推上去的 如今呢 这个项目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 胡总此时此刻呢 他却玩起了失踪 那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一定要想办法消除影响 使公司呢 尽快地回到正轨上来 是啊 是啊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 跟取消数字公寓计划 有什么关系 这不明摆着嘛 你说陈氏集团 为什么这么为难我们呢 就是因为在上次的拍卖会上 中了我们的圈套 他们怀恨在心 如今呢 我们要向西市宁人 必须主动放弃这个数字公寓计划 和拍来的地皮 向陈氏集团去示弱 是吧 让他们来占领这块市场 我这样想 也只是为公司的未来着想 请董事长考虑 秋冬说得对啊 胡总现在啊 人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们怎么样 按照原来的计划往下走呢 对啊 是 陈氏现在不是还没有成功吗 说不定事情 还会出现新的转机 大家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再等等看吧 再这么做 这不是办法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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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 撤销数字公寓计划 因为这个项目 是我们公司花费了多年心血 打造起来的 也是恒盛最大的项目 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 就放弃了前面所有经营的辛苦 这不像是一个上市集团的所为吧 齐儿 胡总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 他一定是为恒盛 去想办法 怎么样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在 我以恒盛董事长的身份 来告诉大家 一切都要等 胡总回来之后再下定论 今天所有会议议题 到此为止 不用再提 这不是个机会 有什么态度 这怎么办 董事长 我可以说几句吗 在座的各位 都是公司的股东 都对公司负有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希望大家 能够本着主人翁的态度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不仅仅是听命于某些人 从公司层面讲 我同意邱董的意见 这个时候放弃数字公寓计划 的确可以解燃眉之际 对 对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 我私人出资借给胡总 用来偿还对陈氏集团的赔偿款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执行 数字公寓计划 并且能够开发 我们拍得来的那块土地 公司 也就可以顺利地度过危机 好 我赞成 乔总的做法 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好 没有的话那就散会 乔总请留步 刚才乔总那番话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好人也是你 坏人也是你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吴潜宇失踪了 你们母子俩玩的什么花样 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人抛出点诱饵 又怎么能够引蛇出洞呢 所以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不过请放心 不过请放心 我今天付出的每一分钱 未来都会让恒生 以十倍的代价偿还给我 臣围 месяcono coração的 送 laundry 好 冬事长 我今天约了姚姚去开 婚纱赵 您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现在很少有姚小姐这么好的皮肤 上一点妆就很漂亮 乔总 这边弄好了 我先过去了 别人都说男人最好的配饰 就是他身边的女人 瑶瑶 我过去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丫头 现在看来 你的确是长大了 一个亿换这么一个美人 这笔买卖很划算 乔总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赔偿金打给陈氏 这是我的私人账户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等一下我们拍完婚纱照 我会让你亲自按下确认键 怎么样 现在放心了吧 我们该走了 他们都等着我们了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小姐 董总 董总 不好意思 大家 乔先生 您跟姚小姐宣布结婚 如此突然 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姚小姐 听说您不久前才宣布 和黄盛总裁订婚 现在又宣布了 您和乔先生的婚事 请问这其中有什么内情吗 您能给透露一下吗 今天把朋友们请来 就是想让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其他的事情 今天就不多说了 我相信我们今后的幸福生活 就是回答今天大家 所有问题的一个最好回应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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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时之后 陈氏就能收到这笔钱 我想胡千宇 应该不用担心 陈氏对她的诉讼 瑶瑶 你真是个好姑娘 只可惜胡千宇不懂得珍惜 如果在我年轻的时候 碰到你 说不定我会真的爱上你 你知道吗 不知己的那句 不要担心 还我 好了 你忙你的吧 我公司还有个会议 好 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想从前 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详 原谅是为经验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我只想原谅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多想像从前 为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详 爱的一种成仙 是占物会划过的昨天 原谅 怎么样 有线索吗 还没有 我们去那边看看 没关系 by bwd6 您好 关于摇氏游戏机发热的问题 您是第一个做报道的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对不起 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喂 乔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要数字公寓 是为了让谦语认回我这个父亲 你怎么落井下石 抢走谦语的未婚妻呢 张总啊 世事无常 我这也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 我这一时半会儿 跟你也解释不清楚 这样 我现在有一个记者采访 我就先不说了 改天我登门拜访 向你慢慢解释 强力 哥 如果那些照片被爸看到的话 一定会把我关起来 我现在就去找你 你要去哪儿 我出去见个朋友 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 劝你不要嫁给乔丽 你不但不听 你反而拍出这种丢人泄眼的照片 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割 姚姚 我是你的父亲 我不能眼看着你越陷越深 爸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和谁协会是我的自由 你没有权利干涉 走 爸 你这是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哪儿也不许去 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 没我的允许 你不准离开这间屋子 姚姚 我从来没见过姚总 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好好听她的话 给她道个歉 也许她就会放你出去的 刘姐 我爸这么疼我 是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时间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你要是不放心 就把门反锁上 反正我也跑不出去 好的 我就在楼下 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叫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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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谢谢你来接我 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去威灵家 这么晚了就不要打扰威灵了 随便找个酒店就好了 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啊 那儿 为了 是 不 作曲 李宗盛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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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 也许我只想 原谅 原谅所有不解 沉默 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多想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爱的一种成仙 这张梦会划过的昨天 月亮 我只能不解 他的想法 感谢